3月7日,五間馬經宅要有 淺祖飛上次三班輸給醒神 被扔掉五個馬位 今次落四班又能力保重 黃龍福將有兩次最快的末段 今次不用如蠻捕捉 檔位內移,有機會追倒 越跑得文明之聲田泰安騎了 所以馬雅有機會騎到這批可以有機會開齋 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馬經 我是主持世榮 在這個節目中,我會帶大家看一批 三匹精選的馬匹,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就算不是投注重心 都兼顧在那一場我介紹的那匹馬 記得沙田今次是跑十場賽事 當中有三場是泥地 記得早一點,12點3 我會跟大家做一個直播 希望大家可以用這個堅制賽馬APP 一起看著大手升跌 我會即場示範怎樣用大手升跌 以及配合的投注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贏到錢 事不宜遲,我還沒說之前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跟大家介紹一下 頭場有錢草菲 錢草菲其實你看到他最近的賽職很差 他必然都會冷門 因為試襲都沒什麼看 但大家都不用介意 因為千錄這個距離對他來說太長 草地對他來說也不適合 而且那次他也是走了外諜 輸給聖德威風那些頂掉了 紅鍾蓮馬一隻一隻 身後第三個畢生威王 之後再出都十四檔放到回來 那你就知道這場水準是夠高 所以他輸得比較遠一點可以理解 至於他的三班早前 尼地賽事 由楊榮倫騎的時候 其實都一次輸得比較遠 受困了 所以就可以抹了他 他都沒有真正發揮過 至於有一次跑第二 好像輸五個馬位很遠 原因有兩個 一來就是旁邊這隻聖神 彈掉了他很遠 第二就是那場步速比較慢一點 所以就追不遲了 變成一隻馬 但是他都可以追得回過 一堆整三班馬 譬如真如假南區有夢幻人生 希望家庫最近在谷草都跑過第四 所以這些馬大家都要記住 相當有實力的 超霸神區之後一放到底 所以這些馬 根本水準都是很高 這班如果有些賠率 其實相當低賣 我想他的主要對手 都是有一些縮程過來的 金元寶馬 有先四五步 可能都想縮程搏 不過不知道希斯哪隻才是真 鬼上身 到時候臨場的飛就知道了 而淺操飛本身有應該三八實力 來到這一組 泥地也是舊 也適合他跑 所以這些馬 大家都千萬不要錯過 也有田太安騎 田太安素來騎 其實泥地的成績都不錯 因為他是個喜歡 扔出大外碟沖的一個騎士 有時不同跑道的表現會不同 但是泥地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泥地是扔出大外碟沖好一點 如果中外當後上馬 這隻馬他都會懂得拿出去沖 在裡面找位不是一個泥地的好騎法 所以希望大家都記得這隻馬 用不同顏色的心心記下它 給大家十五秒時間 去廣告回來 之後再跟大家說一支 好了 再跟大家說一支 第五場 第二場之後 有這支黃龍複象 都是田太安的助騎 經常都介紹田太安 不知道騎士王是否熱 看到他之前跑這場 好像沒什麼看的 很厚的 又沒什麼倍率 14倍 抽了外當 回來初出馬 但是你看看分段時間 他有44秒6 走兩段 是全場走兩段最快的馬匹 加上44秒6 同場其實沒什麼馬可以做到 有一匹叫熊王 已經45秒幾了 變成 同一日是不是地快 你看回那些三班千二 你就知道 其實一點都不快 那天同場都有三班千二賽事 做到44秒6 基本上都已經是頭馬 二話不說 後面那支磁磚高星 做44秒3 都叫做追倒 但是後面那些 什麼洛滿冠 當多福 那些都走45秒以上 以他一匹這樣的馬 在慢步速 在四班追倒 其實已經是相當難得 看一下 今次這些馬 可不可以靠一個好些的檔位 不用留得那麼厚 而步速不要太慢 大哥 44秒6真的慢了些 而且他上次走位都很惡劣 你看史卓鋒這匹馬 他沒有慢閘的 在十二檔 黃黃地色衫 這匹黃龍福章 早段開閘的時候 他就因為檔位比較外 所以就選擇了留後 本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要介意他什麼走二疊 還是三疊 都是一些山位 其實是OK的 問題是步速太慢 而史卓鋒拿位 他不選擇在中間鑽 或者是一個拆棋指示 去到差不多轉彎尾的時候 你看到史卓鋒其實都走蝕很多位 因為他這裡已經拿出三疊 入到直路 在一個慢步速之下 去到宇宙盡頭 宇宙盡大在哪裡 就是我在左下角 他在右上角 這些就是宇宙盡頭 看到這匹馬在這個位 其實已經走蝕了很多 他竟然可以在最後 大家一直看著 因為這場步速很慢 所以前列的馬 基本上都包辦了三甲 不進鏡就是肯定的 有後面那六隻馬 怎麼會追到上來 所以越拉越開 是可以預計的 你現在看到鏡頭 一直移動過去 都是這樣的 但是去到剩下五十米的時候 過了五十米線 你看到有個碼頭走上來 就是這批黃龍蝠像 他竟然是唯一一批 可以用一個不可能的不斷 二十二秒一追上來 你說他輕磅嗎 又不是 一二六磅 但是走到二十二秒一 真的很誇張 所以這些馬 被田泰安騎兜出去外面衝 有一個正常的步速就已經足夠了 這場預計 都會有少少馬會走 所以都適合這隻馬去追趕 而且他有進步 隔了三個禮拜 怎麼都 三歲仔 這些馬 大家都可以再留意 好了 讓大家記錄下這隻馬匹 可能跟聖旺財1Q回來 轉過頭回來再跟大家說一下 第三匹要推介的馬 再跟大家說一下 第八場 二五八場 三隻剛剛好 打麻雀就不要二五八 越跑得這隻馬 可能是馬雅的開齋馬 為什麼這樣說 泥地外檔不要介意 十一檔沒什麼所謂 世榮關係是怎樣 先看檔位 先看檔位 你會看到 其實泥地雖然他上名前四榮率最低 但是比起頭最多那個 其實相差無幾 都是十幾個百分 也不是說很斜 就是說 其實每個檔位 是看一些馬 抽到一些實力馬 在那個檔位 越跑得這匹馬 之前輸給新力寶 夢幻人生 都是田泰安騎的 但是就沿途走了外諜 沒有遮擋 對這匹馬來說 其實有遮擋 就會好過沒有 你看到之前 在菊草跑得好 甚至乎 較早時分 有些上名名次 在泥地三班 都是一些有遮擋的時候 做到出來的 而當然 大家都明白 他還沒開齋 戰意去到五歲馬 這些馬 都一定好 希望在一個最容易上名的路程裡報名 我想連馬斯都想過這個問題 希望這隻馬 在他自己最佳發揮的路程 例如你看回同情 兩次他都上名 唯一一次 為什麼輸五個馬位不行呢 是濕萬泥地 看不見到 大家 在我這個位置 濕萬泥地 即是馬在一些濕的泥地上 是不太好發揮 但是基本上沒有的話 他都入三甲 只要馬雅發揮正正常常的話 不用徵站騎工 可能已經很容易走入三甲 這些馬 大家都不要錯過 同場文明之聲 因為田泰安剛剛贏完要騎 不過加了七磅 就不容易 上次都贏了條頸 好玩復星 或者都很厲害 但是越跑得他騎不到 我想馬雅有機會拿實力馬 就肯定盡力去開齋 而且這些馬都是處女馬 五歲不會等的 上次加了一分 其實評榜員都給了提示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五間馬經 稍後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等一會再見 拜拜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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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烦 還有很難